今天是2月26日 也是元宵节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好好吃汤圆 每逢佳节胖三心 这是大家所有的痛苦 很难避免这种痛苦 因为吃东西太开心了 元宵节今天 我们要讲二八 因为礼拜天就是二八 二八就是民进党台独的提款机 就是个魔咒 二八现在在台湾是要放假 所以它变成礼拜一放假 二八放假 就是大家要纪念这个意思 坦白讲 我小时候我也以为 二八是国民党很对不起台湾人 杀很多台湾人 我是要成长长大以后 我逐步逐步的多读了很多的资料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不是这样子 而且你读了很多资料 你还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纵深里面来看 二八是发生在1947年 你记得吗 国民党1949年逃到台湾 也就是在国民党失去整个中国大陆政权的前三年 1949年就来台湾了 1947年 所以你可以想象1947年的时候在大陆已经是国共内政了 1947年是1945年之后 也不过就是隔两年 1945年台湾光复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 而所谓的胜利是产胜 大半的中国被日本占领 大半的中国经过满清末年 经过各种民乱 军阀格局 列国 帝国主义的侵略 整个中国是被打烂 民穷财困 整个中国在经过 中国5000年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全世界最进步的国家 可是恰恰从明朝之后开始衰落的过程 刚好碰到西方 他因为工业革命 然后 所以 他船舰炮利 又因为他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加上工业革命 他需要全球去 去围猎掠夺别人的资源 来满足工业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 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 最惨的就是说 中国在最衰弱的时候 碰到别人强盗贼人最强壮的时候 所以 1945年 中国产生 民意上圣 但什么都没有 1945年 台湾光复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得到 来台湾接收 接收的军队 当然 没有 办法 像日本军人 日本警察在台湾 叫武扬威 那你也可以想象得到 台湾经过 殖民统治 50年 日本会怎么样的洗脑台湾人 告诉他们说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尽管 必须要讲 他未必能够洗脑成功 可是总有一个比例的人 是被洗脑成为 他相信他是日本人 50年 50年是三代人 是两代的人 是这样子 然后有一代的人 是他出生以后到他长大 都是在日本统治的时候 他没有经历过清朝 然后你再想想看 日本到最后 他军人打完 他让台湾人做军夫 然后穿着日本军服 做军夫 唱着日本歌 说要效忠日本听话 到南洋去 有些人说 台湾兵游到大陆 我看到的资料是没有 我不知道 我不敢断然的说 有或没有 但我想日本人 他不会让台湾人到大陆去 去打仗 他一定是让台湾人到南洋去打仗 我的家族里面 就有长辈 是当时被派到越南去打仗 后来在越南 娶妻生子 那这样子台湾人 在日本投降之后 回就结甲回台湾 这些日本军夫 美军夫的台湾人 有多少人 据统计 最少有的人 五万六万八万 几万人 那这些人都是 被教育要去杀人的 那个日本军人是很残暴的 那回来之后 他们没有工作 失业了 那1945年 美军是空袭过台湾的 他把很多重要的地方都炸掉 比如说农药工厂炸掉 发电厂炸掉 什么怎么样 1945年之后 日本又把他的记事全部都撤回日本 就是回去了 所以台湾是百废待去 是这样啊 因为台湾的每个东西的头都是日本人 你这个头一夜就没有了 从大陆派过来接收的 要怎么样能够无缝接轨 这中间本来就有难度 而国家已经被打烂 本来就很穷 同时现在又在进行国共内战 兵荒马乱 你想想看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政府 有可能好好的治愈台湾 而且殖民地要回归到自己的国家 这个回归的过程本来就很难 我不讲别的 你如果你想想看 以前有很多那种 你如果从小被人家抱走了 然后养成怎么样 经过几十年内回来认亲 认自己的爸爸妈妈 你中间怎么样弥合中间的亲情 这本来就很难 我们最近看到说香港 香港1997年回归 一直到2021年 中间你想想看 现在还不是兵荒马乱 而且大陆从1997年到2021年 是越来国势越来越强 可是你看香港可以搞怎么样 为什么 当然很多因素 殖民地的回归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本来就是很困难的过程 而原来的殖民地的宗主国 它没有那么好心 让你好好的回归 所以香港的事情 我们看到美国跟英国在搞事情 在香港布了多少地雷 养了多少情报人员 然后在那边制造骚乱 那我请问 你正常想想看 我绝对是有证据的 1947年的台湾发生的228 所谓的228就是民乱 一种叛乱的行为 那个行为 背后有没有日本 有没有美国 我现在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根据 所有的 来自政府资料的 证据 有美国的请示人员 也有日 在那边搞 在那边弄 再加上当时国共内战 所以当然大陆的共产党 也会在台湾 也会来制造事情 那本来就有台共 有台共 有大陆的地下党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那一些日本兵 台籍日本兵 回到台湾实业 他们是认同日本的 讲日本话的 瞧不起中国的 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 他就觉得我被中国人统治 我怎么这么倒霉 被中国人统治 所以你想中间有这么多的力量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我常骂国民党 可是 我就是要讲实话 该骂是骂 1947年 那就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而且是一个在外来势力下鼓动的悲剧 那当中有很多的力量的鼓动 那民进党就一直要把这个事情变成说 这个是国民党欠台湾人 国民党欠台湾人就表示 是中国人欠台湾人 所以这个民进党的逻辑 所以凡是台湾人必须反中国 凡是台湾人必须反国民党 你懂这个逻辑吗 所以为什么说 228会是民进党台独的机关机 国民党一直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因为国民党一直以来对台湾人也没有花很多力气 而且其实就是这样子 你很多事情你不想把它讲清楚 而马英九是没有能力把它讲清楚 他也没有兴趣把它讲清楚 因为他在他当政的时候 他迫不及待的要去讨好潜律 他为了说哎呀我呀我是做全民的 所以还要讲这个事情啊 这个得罪潜律 所以马英九还代表国民党 年年去跟228道歉 去道歉之间 他觉得是国民党欠了台湾人 那我一直要讲 不能道歉不应该道歉 国民党当时当然要镇压 国民党怎么可以不镇压 所以今天当然啊 每逢228独派就会来骂谁骂谁骂谁 独派本来就在骂 228引爆点就是有一个叫林江麦 麦丝烟 麦丝烟 然后当时国军就在台北市的 那个最繁华的地方 然后国军有人要去跟他买 买一包烟 然后也给了钱 买了烟也给了钱 可是因为言语的关系 有怎么样 所以后来造成了一些误会 然后说林江麦被打死 你这个中国军人 国民党的军人竟然打死一个林江麦 这个事情就闹了 闹了以后再开始到处 到处结合地痞流氓 很多地痞流氓 然后倒去 还有那些退伍的日本兵 满街看到外省人就打 就杀 看到外省妇女就强暴 非常的非常的惨 非常的残暴 后来变成整个台湾 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 派出所的警察 逃走的逃走 加入叛徒的 加入叛徒 枪子弹 全部都在暴徒手上 完全无政府状态 外省人都躲起来 要么被杀 要么就躲在自己的本省朋友家里面 这个都有记载 所以一直到后来 国民党从大陆派了兵上来 开始镇压 镇压之后才恢复秩序 那我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不镇压 你不能不镇压 因为当时暴徒控制了 整个台湾以后 他要求的是 他其实要求的是台湾独立 你能够让台湾独立吗 所以当时的228跟台独 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关联 跟背后那个民族的 认同的冲突 还有各方的势力 然后美国的情报人员在里面搞 日本的情报人员在里面搞 日本在撤退回日本的时候 在台湾埋了多少地位 他加印了很多的台币 到台湾来搜刮最后一批的物资 载到日本去 所以我就要讲228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抓住这条主轴 你就知道228怎么回事 台独他是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到了一种荒谬的程度 可是他的贪心就跟韩国 要把中国一切的东西都纳为纪念 所以台独他的理想是什么 他的理想是新加坡是韩国 就是我另立一个国家 他觉得韩国以前是用汉文啊 台国以前都超级中国啊 他就是一个国家 他把所有的中国都变成他自己的 那他觉得新加坡75%是华人啊 那有什么关系 我就独立建国啊 所以他现在就是我要把中国一切都纳为纪念 变成我自己的最新的一个做法就是游锡坤 游锡坤啊他是立法院的院长 民进党里面的他独派的代表 他他主导了在立法院里面成立一个叫做三鱼银社 银就是银师的银啊 那他要银什么 要银汉师银唱汉师 那他说要用台语银唱汉师 那其实是没有台语 其实是用闽南语 但是台独他不肯承认 台湾人讲的所谓的台语就是闽南语 他不承认 他说我们固然当初是从闽南过来 但是我们已经改了 我们有自己的特色 反正他一切都要说他是自己的 所以游锡坤说有人问我 说我身为独派却推动台语汉师银唱 不就变成统派了吗 那他怎么说呢 哎呀好笑的来了 他说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是 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来的 在此之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名称 他说唐就是唐国 宋就是宋国 元就是元国 明就是民国 清就是清国 是中福中原的大国 他的意思说唐国跟宋国没有关系 好笑吧 然后他说后来因为用中华民族 唐国才变成唐朝 清国才变成清朝 各位朋友 你听我念完游锡坤讲的话 你现在懂了我为什么说 人一读脑就惨了吧 中国 你不管中华民族 中国 唐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 宋朝也是中国的一个朝代 就是身为这么多年来 中国人 从三皇五帝 大家都认可 朝代更别 谁跟你宋国王国 还原国民国 然后 所以 我觉得 智商低到这种程度 或者心肠K到这种程度 你要跟他讲道理 已经没有办法讲道理 但他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 他要赢唐诗 但是他不承认唐诗属于中国 他要讲米南义 但他不承认他讲的是米南义 他要说他讲的是台语 那 米南语 吟唐诗特别压力 因为米南语 保留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古汉语 今天我们讲的通话 台湾叫做国语 这个 这个北京话 这北京话其实 不是原来的汉语 这个对语言学稍微有研究人都知道 所以这很有趣的 你用广东话 你用米南话 去赢唐诗赢古诗 你会发现他特别压力 有些你用北京话 用普通话来读 你会发现 怎么唐诗三百首里面有很多诗不压育 你用米南话一读 一赢就特别的压力 所以就是我们米南人 我们原来是从河南一路拨前来的 河南因为战乱 所以逃到米南 所以这个到米南又到台湾去 然后他还特别讲了什么 非常有趣 他说中华文明事实上是东亚文明 所以包括汉诗 唐诗 宋词 都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 所以他就是不承认中国 事实上我要讲 整个东亚文明 你没有中华文明 你就没有东亚文明 所以东亚文明就是 日本 韩国 都是完完整整受到 中国的文明的影响 跟辐射 然后他说 台湾文化多元 有来自中国大陆 也有来自日本或其他地方 不管是从哪里来 包括汉诗 也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 你知道他的意思吗 就是汉诗 唐诗 宋词 都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然后他说如果念汉诗 就变成中国人 那我现在穿西服 不晓得变成哪一种人 哪一国人 然后他说 韩国日本越南 一直在想办法 把汉词改掉 主要是要跟中国切根 在这方面台湾是使用正体字 中共自己则是把文字改成简体字 所以人呢 我要讲的 不管是脑残 还是心黑 还是脑残加心黑 这就是台独的执念 可是很多人会说 哎呀没关系 它不会成功 事实上它成功 教科书里面这样讲 这样做 只要排独坚持下去 就已经成功了 所谓的维持现状 也就是台独的一种 国民党最近做了一个民调 说 哎呀现在支持台独的年轻人 已经比前阵子下降很多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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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 支持维持现状变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现状是什么 现状就是不同意 现状就是民进党在走台独 现状就是每天在反中 现状就是不承认台湾是中文 现状没有统一啊 现状也没有要统一 所以有很多人会讲说 哎呀这个你看吧 那个反正在台湾支持台独的人 也是起起落落步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一个台独 在台湾内部是一直往上走的 就很多人他 支持台独 他都没有说他支持台独 他说我要维持现状啊 我们现在这样没有不好啊 我不要被中国统治啊 你说这样叫不叫台独 这就是台独 那像游锡坤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他是一个立法院院长 他是一个民进党大派系 这个头头 他是一个非常有话语权的人 他可以主导法案的改变 他可以主导教科书一直去中国化 所以在立法院里面成立一个 用所谓用台语吟汉诗这个事情 你以为他在 哎 有些人会解释说 哎呀你看你搞台独你也是 没有办法改 不 所以他唱歌载戏也好 所以他唱歌载戏也好 他拜妈祖拜关公 吟唐诗 诗月笔 所有这些事情 他都 他都要把它解释成 说我们台湾是多元文化 所以中国文化也只是一部分 他现在甚至说 哎呀那个唐朝不是中国 是唐国 宋朝也不是宋朝是宋国 所以不是中国 所以吃月饼 过中秋节 端午节 所有这些东西 你知道他每一次都说 这个是中国无关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逛 所以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这全部都是他台独化的一部分 他这些他都要赞助 中国的东西他都要 包括故宫博物院的东西他都要 但他都要把它解释成不是中国的 这当然很难解释 但你要容忍他 继续每天用中国的东西来搞台独 拜登自从上任以后 美国的舰队已经第二次走过台湾海峡了 就是威尔博号导弹驱逐舰 2月4号 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 是到南海去 这是他第一次在拜登救人后 而2月24日第二次 这样做 第七舰队的司令部说 威尔博号通过台湾海峡 是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区域的承诺 美军会继续在任何国际法所允许的范围内 飞行航行作业 而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张春辉说 东部战区的组织航空兵力已经全程对它进行跟踪监视 我说美军这样做是人为制造台海的风险因素 刻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坚决 我说美国太嚣张 太可疑 它用行动来破坏中国的统一 我们都知道台湾海峡是什么 是大陆跟台湾中间那一条窄窄的海峡 叫做台湾海峡 你美国不能够走太平洋 你一定要走到这么近的地方 台湾跟大陆中间 也不过就是一百多海里 这么窄的地方 你一定要挤到中间来 什么意思 而且他还讲说 我是为了要承诺 要实践 开放自由的印太 开放自由的印太 印度洋太平洋本来就是开放自由 但你要跟你美国相关 你跑到距离中国的领海这么近的地方 请问你什么意思 而且你是军舰 你不是货轮 你刻意要通过 你不是挑衅你是什么 台湾跟南海都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也是中国的核心价值 如果美国可以这样做 那中国可不可以派军舰 跑到 纽约 一百多海里的地方 去走来走去 可不可以 美国会容许吗 你会说 中国离纽约那么远 是啊 那你台湾海峡离美国那么远 南海离美国那么远 干你什么事情 中间隔了一个太平洋的 所以 这个事情摆明的说 我们很公平的说就是这样子 我没有反美 我就说就事论事就是这个样子 你干嘛呢 你凭什么呢 中国大陆在1月22日 正式通过海警法 也就是说 有一个法律的正式依据 怎么样在海上去捍卫中国自己的权益 2月25日 日本的共同网 有一个非常劲爆的消息 他说 如果中国海警局的船只试图登陆 尖阁诸岛 也就是钓鱼台 日本称呼为尖阁 我们台湾叫做钓鱼台 大陆叫做钓鱼岛 他说 那么日方或许会将此认定为凶恶犯罪 可以实施向对方施加伤害的危害设计 而且说日本表明态度 如果你胆敢登上钓鱼岛 我日本就认为你是凶恶犯罪 我就主动向你发出第一期 你要知道 中国向来认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 这个立场从来没有改变 那日本也认为尖阁群岛是他的 但问题是 他说尖阁群岛是他的 他的依据是什么呢 是美国把尖阁群岛 把钓鱼岛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他 并没有把主权交给他 这非常清楚 第二个是 美国自己有主权吗 美国并没有主权 主权在中国手上 只是过去中国弱 而美国他以二次大战的战胜国 他要立刻围堵中国 所以他在日本驻军 他在日本琉球驻军 也就让琉球无法独立 也因为蒋介石当时 没有要求让琉球独立 琉球从此就变成是 日本的冲绳 而钓鱼岛 也就顺势 因为美国驻军在琉球 也就冲绳 他需要一个射击部 他就说 我要用钓鱼岛的设计 但真正的目的是 他要在中国这边买个地 他把明明属于中国主权的钓鱼岛 就给日本 说行政管理学给你管了 那因为给你管了 我就可以用来用了 这个是美国 好 那日本对中国这样凶残的发言 美国怎么说 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科比说 中国继续无视国际准则 美国对此已经明确表达忧虑 显然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 我们跟国际社会看法一致 我们明显支持日本的这个主权主张 我们敦促中国 避免在那里使用海警船 因为会导致误判跟潜在的实质性 这根本就不是人类的评论 你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回答 他说美国的立场跟日本跟国际社会一样 也就是说美国认同钓鱼岛是日本的 而且美日安保条约也延伸了 可以使用在钓鱼岛 所以我很早就来警告 方方面面都看得出来 美国是要把钓鱼岛给日本 方方面面都看得出来 美国要把钓鱼岛给日本 这是中国的领土 而方方面面都看得出来 美国要把台湾变成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 他不容许中国同意 那环球网引述了军事专家说 中国希望跟日本以灵为善管控为亲 日本最好保持克制 不要诉诸鼓励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钓鱼岛跟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产物 不应该损及第三方的利益 所以美国跟日本它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 我们必须要保持警觉 不要因为大陆的市场对日本开放 不要因为日本在大陆有超级多的利益 就以为可以绑住日本 让日本没有祸害中国之心 必须要非常的清醒 日本是这样的 做生意我给你做生意 我要你的利益 日本的汽车在中国卖的核棋是好 日本要反中还是继续反中 日本这几年来干了多少反中的事情 我们给他的经济利益 会让他不要跟美国合作吗 不会的 不会的 所以我不是说我们要反日 我也不是说中国大陆的市场 不要对日本开放 而是我们必须要有战略性的思维 美国日本都非常具有战略思维的对付大陆 所以我们不能够没有防范 所以我们不能够没有防范 这钓鱼岛的事件 日本对大陆凶悍的发言 只是一个警讯 对台湾何其不是如此 美国跟日本在台独这个事情上是一致的 我一直在警告 很多大陆的人 尤其是有一些大陆的学者 以为说你在面对台独 是面对同胞 还有很多大陆学者 会觉得说 哎呀你这台独像小孩子没关系啊 你随便你跳跳跳 我们怎么怎么样 一直拒绝真正去理解台独的背后 是美国跟日本 人家跟你玩台独是玩真的 而现况其实是已经台独 不是吗 现在台湾 所有大陆的东西都不能进去 美国跟日本的各种利益都可以 躺而皇之进去 不是吗 美国跟日本利用台湾来做反共 反共反中的基地 不是吗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现况 美国的众议院要布加拿大众议院的后城 要阻止中国大陆举办冬季奥运会 2月23日美国众议院的外委会 共和党的首席议员迈卡尔 他提出来说 国际运动赛事的美国价值与安全法案 运动归运动 政治归政治 都不是以前西方一直讲 结果现在是 美国带头 他要把一切的事情都要赋予政治意义 他要利用每一个管道来杀中国 他讲什么可笑的事情 他说中国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洗白形象 我要确保美国队妥善了解 中国人权问题侵犯性的监控行径 有助于保护他们不被利用 也能够阻止中共把奥运当成一场大外宣的运动 所以要求美国国务卿在资料中告知选手 可能会面临哪些隐私或安全风险 要如何自保 要避免沦为外国勤奏的目标 白宫的新闻秘书 他就说 因为还没有最后的决定 当然我们也会争取美国奥运会的指示 英国首相Johnson说 我们不会抵制北京的冬季奥运会 所以你看看 这些的暗邮 就每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它都不让中国生气 大陆新进最新上市了两款的疫苗 就是康希诺的腺病毒疫苗 还有大陆的国药的疫苗 因为大陆这些疫苗都上市了 都可以透过COVAX就是世卫的平台 可以卖给全世界 大陆特别讲 我包含台湾 陈时中特别讲 我透过COVAX就是世卫的平台 去请求卖疫苗 但我特别注明我不要中毒 你说台独是不是 我跟你讲台独就不是 就简单都不是